好我们来看零售时代的改变 大部分的改变都是要让消费者感觉 零售商在帮他勒紧裤带 或者不让他的荷包失血太严重 所以他才愿意消费一下 这里面包括了手机APP 线上点餐网络购物一键下单 都是一种例子 不过欧洲也有国家 他开始注意到很多人会觉得价格便宜 所以就狂买 例如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规 打算对大量生产 而且一直过剩生产的超快时尚开发 摇一摇垫垫重量 这包裹里头装了什么 要拆开后才知道 伸手抓出一个塑胶盖子 让比利时这位老兄哭笑不得 索性好康的全在底下 我赚了40元 我赚了3或4机器 我认为我做了一个好的工作 看看这些宛如惊喜包的纸箱上 统统印着同一个眼熟的logo 这间店专门在卖亚马逊无人认名的包裹 最近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张 这些包裹通通以重量计价 每公斤16欧元 老板在旁看着 等不及的顾客们就地拆开包裹 发现当里头是手机 耳机等科技产品的时候 最开心 因为不是人人都那么幸运 不断有民众上门 放心惊喜开箱 因为这间业者 已经和亚马逊的欧洲站签约 在为消费者增添购物乐趣之余 也减少浪费 以合理的方式降低环境冲击的 还有法国 上个星期 法国下意愿一致投票通过一项法案 渴望能对快时尚零售商开罚 以打击大量的产品过剩 一旦法案送交上意愿通过立法后 将从现在起到2030年 逐步调升罚金到媒间商品10欧元 同时禁止此类商品的广告刊登 目前遭法国当局点名的业者包括 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 已经超越亚马逊的TiMu 以及超快时尚服饰品牌时营 Zara我们会购买到30% 而下来30% 而现在我们有两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只是身体危机当下 这项法案会不会抑制 一进二化的法国消费力道 也引发疑虑 南半球的澳洲 则有越来越多消费者 另寻新的购物方式来节省日常开销 雪梨就有12户单亲家庭自行组成的合作社 那个星期轮流 由其中一户前往菜市场 以更便宜的量饭价格 一次购入12项蔬果 而对全球大行李咒商而言 为了加快购物流程 解决缺工问题 越来越仰赖科技 如今又传出灾情 上周五 速食龙头麦当劳 店内和手机APP 自助点算系统 在全球多个国家搭档机 让日本多间门市紧急贴出公告 不是暂停一夜 就是提早打烊 这波系统故障长达数小时 麦当劳否认遭骇客攻击 与此同时 美国有多间业者 相继回归传统收益方式 一美元商店龙头 Dollar General 宣布要对全美300家 投钱率最高的分店 撤掉自助结账系统 零售大厂Target 已经从周日起 变更自助结账规则 将品项数量限制在10样以下 TVBS新闻中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